今天出了新品特别好吃的脆皮烤肠 同样是把做法和配方给大家分享 看一下爆汁嘎嘣脆 第一步先调葱姜水 葱段姜丝花椒泡水 用手揉搓一下 泡出来的汁水会更加冷一点 然后放冰箱冷藏备用 我这里用到的是7斤前腿肉 二肥八少 先清洗干净之后将肥肉切成小块 然后打成泥 要想做出好吃的脆皮肠做法 过程是很琐碎的 就跟我们夏天做面包是一样的 要想口感好 首先第一步就要保证低温 打好的肥肉泥我们要装袋 然后放冰箱冷冻三个小时左右 然后瘦肉也同样切成丁 然后打成泥 瘦肉可以一半打得细腻一点 另一半打得带点颗粒感 就像现在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 这一半你看是带点颗粒感的 然后另一半是比较细腻 打好的肉泥盖上保鲜膜 同样放冰箱冷冻三个小时左右 最好冻到表面有一点点冰渣的状态是最好的 现在准备一会儿要用到的调料 将屏幕上的所有材料混匀 这个配方里面用到的淀粉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算纯肉了 冷冻过的肥肉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纯块了 然后加入调料 还有前面泡好的葱姜水 生抽黄酒 然后用厨师机搅拌 如果家里没有厨师机的话 手动搅拌不用像我这样做这么多 大概做两到三斤肉就可以了 不然手动搅拌是特别的勒 搅到肉稍微有一点点升温 就是没有前面那么冰的感觉 就马上加入冰块 然后继续搅拌上镜 搅到冰块完全融化 然后肉会有拉丝发黏的感觉 就可以了 倒出来之后再稍微摔打几分钟 就可以灌装了 看一下这个肉的状态 一捏开它是会拉丝粘稠的 用到的长衣是要提前清洗干净 然后用白酒去腥浸泡几个小时再用 我今天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最后灌装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灌床器配件找不到了 只能手动一点点的塞进去 最后塞到我都要崩溃了 灌好之后最好是用风扇吹一个小时将表皮吹干 这样煮的过程不容易爆皮 不然最后煮出来的就是一锅肉汤 冷水下锅最后倒一点点料酒或者黄酒 煮到这种微微冒泡的状态 转最小火煮半个小时 前面用的锅太小了 最后换成这种大汤锅 煮好的状态你看一下 就这样摔下来它会有坦坦的感觉 放凉灶可以煎可以烤 也可以空气炸锅 然后它的皮是脆皮的 如果不追求脆皮的话 我们煮面条的时候 切根肠子扔进去 整个面汤都特别的鲜美 真的特好吃哦 不要辜负我的心意 赶紧做起来